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4号星期三 在一个月之前 2024年的1月10号 我们的第6666期节目 当时我说 我说日本实际富足程度超过美国 2024年可以投资日本股市 还记得这期视频 这是一个月之后 到了2月14号 给一个跟进的一个报道 日本股市已经向历史最高点的冲刺 现在大量外国资金都融入了日本股市 当时我也说 有一些养老基金 就是海外的养老基金什么的 去日本 就是说去考察 现在已经正式开始就充电 开始买入了 到了2月13号 昨天 日经的平均指数 收于37963点 达到自1900年1月11日以来 34年的最高水平 那么距离1989年 日本股市历史最高点 38915点 就只剩下不到1000点了 就还剩几百点 就这个意思了 现在普遍的就认为 它应该会超过1989年的 历史最高值 肯定会超过 超过它之后 在到它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一点的压力 但是一旦超过了之后 可能压力一释放 可能会一下超过去 往上还能充一部分 而且现在大量的海外投资者 在1月份 在上个月 净买入超过2万亿日元的 现货这本股票 而且不仅仅是短期投资的 对冲基金 有很多是以年 是以十年为单位计算的 这种进行投资的亚洲和欧美的养老金的 这种基金等机构投资者 也在扩大买入范围 所以我们认为基于此的话 我们认为 日本股票在未来 还有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我希望 我从上个月开始到 到这个月这一两个月了 反正大家就是说这个事 希望这个消息 对大家弄一些 就是说一些帮助 当然引发本轮日本股市上涨的火种 是丰田2月6号发布了财报 显示出就即使不依赖于日元贬值 也能有超强的盈利能力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总是说电竞车 电竞车说是挤压了丰田本田的市场 但是看起来 丰田的日子过得 简直就不要更好了 这两年的一直都在 可以说是非常 财报出来反正都非常好 销量也非常好 也不知道特斯拉 到底是挤压了谁的空间 还有比亚迪 他们到底挤压了谁的空间 反正我看丰田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吧 这期间到这里 谢谢大家